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横跟在皇帝与范贤之间的那个女人 则是安安静静地在二楼房间里的那张画纸上 安静地看着这一切 本应是一场沙发开端 却变作了父子兼最后的晚餐 范贤清楚这一点 接受这一点 两个人的战争一个人总是打不起来 既然已经煎熬了这么久 他才做出了如此勇敢甚至狠利的决断 再多出一夜来又有什么差别呢 更关键的是 正如先前皇帝陛下轻易破歧视而走时 所说的那句话 既然这是两个人之间的战争 那么总要留些时间 让皇帝做到那些他已经默许犯贤的 一夜的时间够不够 姚太监站在小桌下侧 低着脑袋 恭敬无比说道 陛下 弱弱姑娘前来向陛下辞行 让她进来吧 皇帝微微一笑 看了范贤一眼 意思是说朕答应你的事情自然会做到 一阵微寒的风卷着雪花进入楼中 一位冰雪般模样的女子随风而入 步伐稳定 面色平静不变 在陛下的身前浅浅一浮 正是范若若 向皇帝陛下辞行之后 这位已经被软禁在宫中数月的姑娘家 缓缓地转过身来 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兄长 渐渐地眼眸里生出了淡淡的诗意 范贤站起身来 微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不许哭 于是范若若没有哭 坚强地咬了咬下嘴唇 勉强笑着说道 哥哥 许久不见了 是许久不见了 自从范贤再赴东夷 他们兄妹二人便没有再见过面 范贤回京以后 只看见那一场初秋的雨 范若若其实已经被软禁深宫 作为牵制她的人质 范贤走上前去 轻轻地揽着妹妹有些瘦削的肩膀 抱了抱 在她的耳边轻声说道 今后自己过来以前都孝敬父亲母亲 说这句话的时候 范贤总觉得时光在倒转 眼前这个冰雪般的女子 似乎还是很多年前 淡舟港里连话都说不清楚的黄毛小丫头 范若若嗡了一声 然后退了出去 她知道为什么陛下今天会放自己出宫 一定是兄长与陛下之间达成了某种协议 而她此生最是信服兄长的教诲与安排 根本生不出任何质疑之心 她只是平静而沉默地接受这一切 小楼里重复安静 然而并未安静太久 姚太监面色有些尴尬的禀道 三殿下来了 就在楼外 奴才拦不住他呀 皇帝与范贤同时一正 似乎没有想到三皇子居然在这个时刻 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更没有想到树方公居然会没有拦住这个少年 三皇子走入楼中 对着皇帝行了一礼 又对范贤行了一礼 闷着声音说道 见过父皇 见过先生 很妙的是 三皇子说完这句话 转身就走 竟是丝毫不在意任何礼数规矩 空留下陷入沉默的皇帝与范贤二人 这二人自然将老三先前的表情 瞧得清清楚楚 都看见了老三这孩子的眼圈已经红了 想来在楼外已经先哭过一场 皇帝看着空无一人的地面 沉默片刻以后 忽然表情十分复杂地笑了起来 有一丝淡淡的失落 更有一丝怎样也无法掩饰的欣赏 今日李承平来此小楼自然是为了送行 自然是替范贤送行 这种情分 这种胆破 是很符合皇帝的性情的 不错吧 你教得不错 这也是朕向来最欣赏你的一点 也未曾见过你带他们如何好 但不论是朝中的大臣还是你的部署 甚至是朕的几个儿子 似乎都愿意站到你的那一边 范贤沉默片刻以后硬道 那大概是我从来都很平等对待他们的缘故 姚太监第三次走入小楼 平静说道 宫外有人送来了小范大人的书稿 哼一把剑 剑是大魏天子剑 安静地放在了范贤面前的桌上 书稿是今日监察院旧部书写而成的贺派罪状 以供陛下日后宣旨所用 姚太监站在皇帝的身前 安静地陈述了一番今日宫外的动静 内庭在京都里的眼线自然不少 而今天京都里的风波所引出的骚乱 根本不需要特意打听便能知晓 督察院的御史们 此时正跪在宫外的雪地里哭嚎不止 要求陛下严惩范贤这个十恶不赦的凶徒 范贤不是杀人狂魔 今天京都里萧王的生命都是贺派的中间力量 至于那些只食迂腐的御史大夫 却还都活得好好的 除了这些御史大夫之外 京都里各部各寺的文官也开始暗底下沟通 准备向宫里施加压力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朝堂系统被今天发生的屠杀震慑住了心魄 感到了无穷无尽的恐惧 所以他们必须站出来 范贤从门下中书进入了皇宫 众多朝廷大臣们便在皇城之外等着 他们要等着皇帝陛下的旨意 然而一日已过 时已入夜 皇宫里依然一片安静 大臣们开始愤怒和害怕起来 难道范贤做了如此多令人发指的血腥事 陛下还想着父子之意 而不施加惩处吗 正因为皇宫的平静 与大臣们的担心 所以御使大夫们才会再次在皇城之外叩首 风雨欲来 压力极大 山欲轻负 湖欲生涛 姚太监的禀报 并没有让小楼里的气氛产生丝毫变化 无论是皇帝还是范贤 都不会将朝臣的压力放在眼中 更何况今夜之后 这一对父子 总有一位会对这个天下做出某种交代 皇帝笑了笑 端起一杯酒 缓缓饮了 说了一个两人一直没有触及的话题 你若死了 留下的话还能管住手底下的那批疯子吗 若不能 朕为何要大远放他们一条活路 因为您必须要读我的话能管住他们 不然天下乱起来 总不是您想看到的场面 皇帝的手指轻轻转动着酒杯 双眼微眯说道 那你难道不担心 朕若杀了你 却不做那些应允里的事情 范贤微微低头 沉默片刻以后平静说道 天子一眼 四马难追 四马 不是一匹马 是四匹马 这个古怪的词当年你母亲说过 所以我记得 只是没想到你也知道 今日之天下 若朕面对的不是你 而是你母亲 朕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给他公平一战的资格 当年您确实没有给他任何公平可言 皇帝摇里摇头 冷漠说道 不给他这种资格 是因为朕知道他绝对不会用这天下来威胁朕 因为以天下为筹码 便是将这天下万民投诛赌场之上 而他舍不得 朕却舍得 我舍得拿天下万民的生死来威胁您 这本来就是先前说过的差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